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部分地区这几天的气温都跌到摄氏灵度或以下 我们这里很明显已经踏入白色冬天了 这边我们就开始面对天气的严寒 香港那边公民社会的寒冬就一直存在 有16年历史的公民党 原定今个月中举行换届选举周年大会 不过在无人报名的情况之下 意味断装预料会进入解散程序 民主党的主席罗健熙被控在里大外的非法集结罪 上星期法院判他无罪 罗政司上诉今个星期三 罗健熙被警方拘捕 押送去到法院处理保释 想外游的他去吐气吧 旅游证件都被没收 已经解散的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 法官就认为李卓人的太太和女儿都不在香港 李卓人潜逃的风险不低 最终拒绝他的保释申请 李卓人已经被还押超过一年了 要数法庭新闻 当然不少的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涉及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 开心之前 黎智英可不可以聘请英国 御用大律师Tim Owen为他抗辩 牵起争议 政府在终审法院终极败诉之后 随即建议提请人大释法 刚刚在狱中度过75岁生日的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 案件原定今月1号开审 早在10月 高等法院已经接纳 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为黎智英抗辩 律政司不复提出上诉 质疑Tim Owen作为海外大律师 处理港区国安法经验不足 上诉庭拨回说基本法好像国安法一样 写法和其他普通法法律有分别 但过往很多不懂中文的海外大律师 都去过香港解读基本法条文 而国安法的指定法官 也包括非华语法官 而且为确保审讯公平和保障公众利益 应该容许外国大律师参与审讯 律政司再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 今次就说 国安法条文多次提及保护国家机密 很难确保海外大律师离港之后 不会泄物 上诉庭就指出 黎智英案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 国安法又适用于外国 英国的执业大律师 也不是不受规管 所以拒绝批出许可 最后律政司直接向终审法院 申请上诉许可 中院在11月28日下午宣布拒绝 先后有七名法官处理这个问题 结果一样 批准Tim Owen代表黎智英 但中院颁布裁决后不够三个小时 特首李家超就见记者 说要提请人大释法 要厘清没有本地执业资格的司法人员 可否参与国安案件 由原众法庭 去到上诉庭 去到中审法院 其实有七位法官 是处理那些案件 而中间其实律政司也提出了他们所有的论据 但是都不能够说服到香港的法院 说是不容许海外律师来参与的 其实去到最后 这个可能是一个政治的考虑 其实经过了三重的法院 法院是充分考虑过所有的论据 然后作出一个决定 而似乎政府是没有尝试去尊重那个法院 然后其实就是一意孤行 法院不是说不给吗 我就去释法了 那么这个是给了一个很差的印象 就是说就是一种输打赢要 当香港政府不断去唱好香港 说香港仍然有法治的时候 但是我们看到实际的情况似乎就不是这样了 只不过是整个诉讼一个部分的环节 你都要说用人大释法来干预的时候 这个对司法制度造成的创伤和打击是难以估计的 过往人大释法是根据《基本法》第158条 条文有三百多字 定名提醒释法的规定 又提到释法前 人大常委会会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 而《国安法》有关解释权的条文就得一句 过往的二十多年 我们看到《基本法》委员会 基本上好像是一个橡皮图章 但是即使是这样 都仍然是有一个程序在里面的 这次在《国安法》 《国安法》里面就没有这个程序的 所以其实究竟人大释法 其实就完全是空白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分别 就是过往几次《基本法》的释法 起码我们都要解释法律 你都要解释哪一条法律的 这次是没有的 而当政府被问到 究竟你叫人大解释什么 政府会认为我都不知道的 他们去解释吧 给人一种很疑惜的感觉 其实已经去到一个界线 我们不是释法 这个根本不是解释什么法律 这个基本上就是立法的 其实就是不如说清楚一点 立法就是立法 不要再释法了 我们这次也再一次突显了 就是这种国内的解释 和立法之间那种含糊的界线 其实反映了一个法律制度 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制度 人大常委会最快月底开例会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如果最终没有本地律师代表黎智英 可以将黎智英移送内地法院审理 我就完全不明白那个逻辑 这些是非常艰深的逻辑 你找不到律师代表 我就连法庭都不给你了 所以拿上内地审理 没有一条说找不到律师就可以拿回地审 我想可能大家真的要比较认真地去认识国安法 不是随随便便都知道国安法就是什么都可以是国安 于是连国安法的条文我们都不理 黎智英案原定1号开审 因为提请释法延期到最快13号下星期二才处理 辩方透露Tim Owen被入境处拒绝工作签证延期申请 我印象中从未发生过 你说可以给他做我就不给他签证 这个其实是一个藐视法庭 你用一个行政手段去堵塞了一个法院的判词 一日人大还未释法的时候 法院的判词就是一个法律 现在你就可以当法律是不存在的 而用一个行政的方法的时候 其实所有法院将来的判决 你都可以用一个行政手段去堵塞的时候 那你还怎样去说服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呢 一万位外国的市民 绝不同意有外籍大律师参与审讯 你竟然容许一个外国的律师代表他 你说整件事是不是很荒谬呢 众院颁布裁决前 由行会召集人 立法会议员 以至建制组织 都纷纷公开发声 又接受访问表态 其实在2019年之前 我们是绝少看到这个情况 那些讨论 尤其是这么接近法庭要判决的时候 严格上是全部都属于妙视法庭的 而我们过往是比较尊重法院 就算你有多达强的意见 你等法院判完你才说 你不是看法院的判决 你喜欢怎样批评都可以 就不是在法院未判之前 好像给人感觉指指点点 这种法院的压力底下 其实是严重影响到公众对整个司法制度的信心 不过建制阵营当中 也出现一把罕见声音 前律政司司长 基本法委员会前副主任梁爱思 在政府宣布提请释法之前 赞民支持中院的裁决 又反问有人要求释法 释哪一条 事后他补充 只是表态支持裁决 没有反对释法 人大常委 其实他们还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处理 不是每次香港政府处理不了的东西就扔上去 把人大变成一个地方政府 等于一间公司 如果你是老闆的时候 你都不想你下面的人什么都扔上来 我请你就是叫你去解决问题 不是叫你把问题拿上来给我的解决 中国政府一直都在说 我们想完善我们的法制 这个是中国其实过往过几十年里面的一个路线 就是中国自己都知道他们的法制仍然很初步 他们仍然很想迈向一个 就是比较法治成熟的国家 而其实这些是走到头路的 一个律师代表只是一个很基本的权利 你都要私家限制 在一宗案件里面 有没有去找哪个律师代表 你都要搞得要找人大来插手 人大不是香港的最终审法院 人大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想这个对整个中国政府 也都未必是一个好事 这样的干预法是 黎智英这宗案未开审已经国际触目 大家都关注黎智英最终是不是会被压送到中国受审 讲到触目 上星期中国发生的大新闻 世界关注 不过来又如风 来又如风 讲的是中国多个城市反风控的示威活动 这个星期表面上平静了下来 但有不同的消息都传出 各地政府已经开始算账 有参与示威的大学生失踪 如果追究行动已经开始 这次遍地开花的示威 是不是就像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率先形容的颜色革命初刑呢? 这两个星期 我们在中国官方媒体都见不到 颜色革命这四个字 与示威拉上关系 有记者在星期三 趁邓炳强出席完立法会的会议之后 问他这个说法是否还成立呢? 他有什么证据敢说呢? 邓炳强已经没有再回应了 与此同时中央就大师远躬 不同媒体引述消息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访华的欧盟代表团那时 行有表态说 示威是源于年轻人对于三年疫情感到沮丧 之后陆续有中国专家衍生 说Omicron非常接近流感 导致严重病症或肺炎的比例 更低过流感等等 在星期三国务院还宣布 卖防疫新十招 核酸检测的规模大大缩小 检测健康码的场所亦都大减 这样松绑法 动态清零到底还存不存在? 还存不存在就可能要问下香港的医务卫生局局长 想劳重谋了 关乎到的是不是会共赴王全? 现在香港的确诊个案近日已经过万中 但是中国新十招之后 特区政府都紧随宣布放宽了 不过就只是缩短一些隔离检疫日数和快测日数等等 关乎到广大市民的安心出行 疫苗通行症 社交距离措施等等就仍然不变 跟随国家步伐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多 中国在已故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逝世之后 举行追悼大会 今次香港亦都紧贴中央的安排 香港的观众 当日你是怎么过的呢? 江泽民的死讯上星期三公布之后 他的遗体 第二日由专机移送到北京 中国官方媒体夜晚报导 习近平侵置到机场迎宁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到医院 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到星期一 官方媒体也在夜晚重点报导 习近平戴同李克强等 上任和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解放军总医院送别江泽民 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 报导员也特别提及 45天没露面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 胡锦涛也前往医院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但是报导画面里面 胡锦涛的特写画面不够一秒 习近平 李克强 李战书 江泽民媒体当日就送到八宝山火化 向江泽民同志三鞠躬 一鞠躬 悼念他的大会就在星期二举行 当日全国直播 有几千个党政军要员参加 大约一个小时的追悼大会中 习近平发表到辞51分钟 在全国发生反风控示威浪潮之时 习近平这样形容江泽民应对八九民运的角色 执行党中央关于旗帜鲜明反对动乱 捍卫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化悲痛为力量 继承江泽民同志的一致 中国官方今次的悼念规格 不论导致内容 治疗委员会名单等 都跟邓小平的差不多 属于最高规格 但少了民众送别一环 接着过了接近两个月就有六四 现在官方也很担心江泽民的逝世 刚好这段时候国内又有白纸行动 你可以说他是不想就好像胡耀邦逝世 那样引发一个社会动荡 你看他整个处理方法规格是高的 但那个时间上面是很想将它压缩在短期里面 结束了就算了 当日中国同住外机构 全日下半期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除了全国密碍三分钟 股票金融市场 也都要临时停止交易三分钟 在香港特首李家超大同行会成员 问责官员和首长级人员 在政府总部看直播和悼念 已经不再是行政会议召集人的陈志思 就在香港电台录音室 起身对着电视麦哀 政府船要在墨埃时间鸣笛三分钟 民政事务处也都在18区安排直播 港交所就没有跟随中国停市 只是在萤幕暂停显示市场数据三分钟 期间北向交易暂停 但是港股就继续 公营机构也都要跟随 医管局也都叫医活人员 在不影响服务之下 默哀三分钟 由医管局公开的相片见到 当日有穿医生袍和护士制服的人参与 教育局也都要求全港的幼稚园和中小学 当日下半期和安排直播默哀 有学校因而要暂停考试三分钟 有校长更加取消当日的班级生日会活动 终止了一个课堂去做一件更有意义的事 这都是学界的习惯 庆祝生日 庆祝一些拿奖的事 这些可能就需要停 因为这些都是新的事 过去没做过 也是一个好的体现 如果说要加强对国家的认识 或者说我们的国民身份 我想这些是很好的机会 过去可能我们都会忽略的 那日后这些位置我们可以做多些 多间商场取消当日的娱乐活动 信火集团旗下的多个商场 更加星期一开始一连三日 暂停直播世界杯赛事 不过出公告时就没有解释原因 因为这次港府的处理方法 有一些是上面有关官员看见 都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够说是大家都不熟悉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港府一定是要跟国内的精神来安排 所谓精神其实是很虚无缥缈的 天文台都出现了本来是彩色的天气的图 那怎样都会变得黑白 大家都看见是一些比较混乱 国内很多官员非常聪明 香港的官员不懂的 国内的官员的心态就是 好 我按你的精神 加上我本地的实际情况 然后我就做 我放胆做 做到你上面说不行了 你自然会告诉我听的 就不会说我先问你 这样行不行 现在香港很多情况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香港官员 就出现上有精神下有精神病 这种情况 如果我从良好的愿望角度 我只能够说这个 继续一国两制的探索 近日在英国出现多宗strap-a 甲型链球菌病例 病菌在儿童之间传播 还已经出现死亡个案 不少家长都担心 strap-a也会引发升红热 情况罕见的话 更可以出现致命率更高的侵入性 甲型链球菌 卫生当局就已经排定心丸了 说治疗strap-a的药物供应充足 大家长都要留意 子女有没有出现发烧 喉咙痛 淋巴肿胀 皮肤出现一些 好像沙子那样的皮疹 都要尽快去看医生 除了天气冻 身边患感冒的人都多了 总之大家就要小心身体了 虽然天气真的越来越冻 不过圣诞气氛 反过来就越来越刺热 英国这边很流行 一些圣诞倒数月曆 由12月1号开始 逐天可以揭一格 直至24号平安夜 每天都可以期待着有些小惊喜 但今年英国的12月 家家户户就要忙到实的 是一个叫做罢工月曆 不少行业都已经排队罢工 当中rail mail 之前已经断断续续罢工 我想寄圣诞卡回香港 但最后都已经错过了 折油的时间 工业行动其实已经持续了 一段长时间 而且扩散到各行各热 前两任的首相 都未能化解这个危机 来到只是就任 一个多月的新位成 它又会怎样处理呢 代表铁路工作人员的铁路 海市及运输工人全国联盟 RMT上个月宣布 在12月和1月 每个月会发起4次 每次48小时罢工 工会会员来自14间铁路公司 会有超过4万人参与 RMT自今年夏季 就以大规模工业行动 向脂肪施压 他们要求可以应付 目前高通胀的加薪 以及承诺不削减职位 双方一直交着 到这个星期 脂肪再提出 明年和后年 各自加薪4% 但RMT拒绝 秘书长McLinch宣布 工业行动升级 在原有的罢工日之外 额外再加上平安夜 12月24日至27日早早 英国铁路通常不会在圣诞 和之后一日行驶 而铁路公司就预计 罢工期间服务将会大跌八成 除了铁路工人 伦敦巴士服务 也都在12月发起4日罢工 西部和南部最受影响 他们同样要求 能够反映高通胀的加薪 邮政人员也都会在12月中下旬 跟随工会指示 离开工作崗位6日 聖诞日前的节有日期 因为这样需要提前到12月中 致放曾经提出 相当于18个月 加薪9%的条件 但不为工会所接受 除了影响民众出行的服务 会受罢工影响之外 更令人关注的代表公立医院护士的工会 Royal College of Nursing 发起在12月15日和20日 在英格兰 威尔斯和北爱尔兰地区罢工 紧急服务不受影响 今次是RCN成立超过100年以来 第一次号召工业行动 RCN指护士的薪酬 过去10年减少了6% 人材流失严重 但政府强调薪酬水平 由独立机构建议 除了护士 超过1万名救护车医护人员 也会在之后的21和28日罢工两天 但维持涉及生命危险的出勤 他们是在上星期 透过工会投票 决定进行工业行动 反对政府提出4%的加幅 认为在面对11.1%的通胀下 是变相减薪 工会代表说 经过保守党执政12年 他们的服务和福利不断被削减 投入工业行动行列的 还有最新星期三 先加入的机场边检人员 内政部已经呼吁 圣诞期间计划出游的人要三思 其他还有机场行李搬运员 公路人员 驾驶考试考官 苏格兰教师 各行各业的工业行动 占据差不多整个12月 不少还持续到1月 保守党主席查学礼接受访问时说 在圣诞时段罢工 打乱国民生活是不公平 又说政府正考虑出动军队 应付罢工期间 可能出现的服务空缺 而首相新伟成在首相质询环节 强调会从严立法 减低工业行动 带给国民的影响 不过根据BBC引述一个在10月底做的民意调查 显示工业行动仍然得到不少人认同 有超过六成受访者 选择站在罢工护士的一边 而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铁路工人工潮 也仍然有五成人支持 现在英国有个风潮就说 来着这个冬天是否好像1979年那个工潮 就有一个winter of discontent 就说很多行业 其实最主要就是公共服务业 就会有一个骨牌式的把工 外面的区域就差不多有6.6%的上涨 在调整人工上 但是这些区域其实都只有2-3%左右 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各行各业 例如铁路工人或是教师或是其他铁路工人 其实他们收取的提供 都是大概去到4-5%左右的上涨 这些就令到很多在公共服务行业工作的人 就不能够追上整个通胀的升幅 护士对于他们来说很紧无可忍的 其实现在的英国的护士 其实很多都是拿着Band 5的人工 Band 5的人工就是多少呢 就是27000至32000英镑一年 其实你对比私人市场 其实现在说英国平均的人工 都是差不多的价钱 但是因为NHS现在面对着很多问题 因为不够人手 也面对着privatization的威胁 这些在公营体系之中服务的护士 其实面对着很多不平等的待遇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的工潮是更加要团结其他公共服务的人员 去提供这一次罢工的要素 保守当有一个方案就是说 不如用我们推动一些兵力的资源 就是找一些军人来代替着一些很紧急的服务 会不会可以解决这个意味之急呢 所以保守当就会乘机将这件事变成理据 就将这些转嫁的责任去给罢工的人员 描绘到整件事就是因为他们罢工 然后害到整个英国的正常运作 之后他们如果继续罢工 会继续损害英国的利益 这个说法我相信会继续传走在保守当中里 两边走走仍然围持年终无忧 如果想我们可以每个星期继续为大家疏离时事 需要的是你们持续的收睇和关注 再次邀请你直接将节目的连结 传给朋友 令到更多人可以看到 可以的话也很欢迎你用单次捐款月订 甚至新增的年订功能 实质支持我们的运作 和我们一起走得更远 今集就先谈到这里了 下个星期再和大家两边走走 拜拜 拜拜